美国商务部9月22日公布美国芯片法最后的执行细则 其目的是在对美国半导体和电子制造业提供总额高达527亿美元补助的同时 确保不会让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视为安全关切国家的半导体行业从中受贿 新规禁止补助接收者在十年内大幅扩大相关受关切外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同时也限制补助接收者与外国受关切的实体进行某些联合研究或技术转移许可 但是允许国际标准、专利许可、晶圆代工以及封装服务 将扩大半导体制造能力与增加捷径式或其他生产空间直接联系起来 认定扩大产能5%以上就是实质性扩大半导体产能 禁止补助接收者增加受关切外国半导体企业新的捷径式面积或生产线 使其产能增加10%以上 将某些半导体芯片认定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因此对包括在高辐射环境下或其他专用于军事能力方面的量子计算当代 及成熟节点芯片要施以更加严厉的限制 如果接受补助者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和限制 那么商务部可以收回已经批准或提供的补助 通用汽车近日发表声明称 由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罢工导致零部件短缺 该公司关闭了堪萨斯州的一家装配厂 约2000名员工被解雇且没有资格获得公司提供的失业补贴 斯泰兰蒂斯集团表示 由于罢工产生的影响 该公司将立即解雇俄亥俄州佩里斯堡托莱多加工工厂的68名员工 同时预计会对位于印第安那州的工厂进行更多裁员 有300名员工将受到影响 通用汽车表示裁员清楚而直接地证明了罢工中没有人会获胜这一事实 将继续真诚地与工会谈判 以尽快达成协议 针对亚马逊庞大在线零售业务的反垄断诉讼 预计最早将于9月26日提交联邦法院 至少从今年年初开始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就一直在准备起诉亚马逊的一系列商业行为 其中包括亚马逊Prime相关的问题 FTC称亚马逊的规定阻碍了竞争网站的低价销售 以及监管机构认为该公司迫使商家使用亚马逊的物流和广告服务的行为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FTC起诉亚马逊之前的最后一个障碍 是让尽可能多的州签署起诉书 他们表示 与各州的谈判可能导致提交诉讼的时间推迟 此外 如果FTC无法在本周结束前提出诉讼 政府停摆的可能性可能会进一步推迟诉讼 三位报名参加杭州亚优会的印度武术运动员 因为无法获得中国政府正常的入境签证而被迫退赛 此事引起印度政府的强烈不满 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这三位运动员来自隔着喜马拉雅山与西藏相望的印度阿鲁纳恰尔邦 由于中国认为此地属于其领土 并且拒不承认此地隶属于印度 因此已经获杭州亚优会组委会批准参赛的这三位运动员 无法下载被用作入境签证的运动员登记卡 亚奥理事会终身荣誉副主席 未集中9月22日在杭州表示 中国政府曾向这三位印度运动员提供与护照一道使用的令指签证 但是遭到这三位运动员的拒绝 因为这有益于其他印度运动员使用运动员登记卡就可以入境的安排 据悉中国此举意在避免在印度护照上盖上出入境章 从而表明不承认印度对阿鲁纳恰尔邦的管辖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达姆巴奇指责中国违反了亚运会的精神和行为准则 印度政府同时在新德里和北京分别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接下来